我們看到朱主席率團參加上台舉辦的 所謂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 以及昨天的北京型的主席會 成果是重受的 我們看到第一天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 總共有九項的結論 而這個結論主要的就是鎖定在 兩岸的和平發展之後的紅利能夠普及到三中一清 那麼第二個相關報告的是 我們看到朱主席不管在上海或者北京不斷的強調 台灣人不分黨派爭取國際參與的空間 這個參與國際的空間在兩岸分開了幾十年 這部分的思維其實兩岸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我們朱主席利用上海跟北京的場合 不斷地闡述這樣子的一個理念 我相信對於兩岸未來的互動一定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那麼第三點 我們看到外界 特別是反對老德民進黨為主的 不斷地對於兩岸的發展不斷地加以扣紅帽抹黑 我們要請教蔡英文主席 你的兩岸政策在哪裡 維持現狀是什麼 到現在為止還是講不清楚 我們看朱主席這一次的登陸 他在中國大陸的領土上公開了說出了中華民國 這是多少人 特別是反對黨的人士在那裡冷風熱潮地說 你到大陸你敢講中華民國嗎 我們答案是yes 他已經講了講到中華民國 外界不斷地質疑 他這一趟能夠為台灣來帶來什麼 我們看到很具體的習近平總書記 對於台灣加入亞投行 他持著樂觀正面的態度 這叫做細節的問題 我們所了解的這一部分來說的話 應該已經接近到了一個 水稻取程的一個境界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一趟的大陸之行 成果是豐碩的 這樣的成果不會因為反對黨 特別是民進黨相關人士的不斷抹紅抹黑 而以以成功 我們希望為了台灣未來的發展 特別是我們的國際空間的爭取 我們再次呼籲全民來做國民黨的後盾 讓我們朱主席這一趟走出去之後 我們後續的成果能夠一一的 落實在國家的相關政策上面 我們後續的成果能夠一一的 小民間會提到 假ijuana